国军不能不如往军 蔡总统别当冠老板 蔡英文总统他宣誓他重视军事 重视国防 但是我们军人尤其是年轻弟兄 现在较招的这些人 不管是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还是一年的义务役 我们都看到 其实蔡总统他身为三军统帅 对我们军人的权益 还是有很多基本要改进的地方 为什么屏东他没有解招 但新竹疑似提前解招把人赶出营区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其实中华民国国军 不知道国防部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看 请给我们所有的军人弟兄 尤其后辈军人年轻的这些弟兄 告诉我们我们军人的权益 在尤其现在疫情底下 防疫也视同作战 国军也是会面对生化传染病这些状况 这视同作战 那为什么你们平常处理 这样的防疫传染病的状况 是这样子处理 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妥善的应变机制 那最近几天媒体吵得恢复洋洋 就是说我们很多教授员 染疫了以后 正常的程序 我想后备指挥部也按规定再做 但是我们的下级部队 可能在座的上面有一些瑕疵 如果说他染疫了 正常染疫送医没有问题 如果说他要隔离 应该是要派专车给他送到 这一个家里面去 或者安排在我们这个空置的营舍 我们也知道部队经济案以后 有很多的空置营舍 这些空置营舍其实可以用来 让我们教授员 如果说要隔离的时候 把它分配在那边 第一个他也进到照顾责任 也不会让他产生的误解 觉得我好像被放生了 如果说部队能够做到这样子 他对我们部队的这个相亲力 绝对是好的 教授员如果在报道的时候 在前面一开始报道 他已经生效了 他在那个时候发现有确诊 我们不应该让他自己回去 应该有专车 刚才高将军也讲了 我们应该有专车 有人专门 既然要办教授 你该有的 你不管卫福部国防部 你该给下级的一些设备 你就应该给他充足 你不是让他已经确诊 你让他自己回去 到时候这会造也是造成 社会的困难 教授员如果在教授期间染疫 那应该刚才高将军 我们很多的营舍 应该你做隔离的房间 给他不能跟其他的大部队 因为部队是一个 不一样的团队 不一样的训练 跟一般的社会是不一样 他非常的特殊 他有集体的行动 非常容易感染 所以说必须要有好的隔离 跟照顾治疗 疫情 我相信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很久了 时间很长了 那么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叫招停止 那么今年开始 要实施叫招 那么我觉得应该要做好 非常完善的准备 对于教授这个部分 那今天会发生那么多的状况 大家有那么多的问题 那代表说这个部分 还有很多的缺失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现在蔡总统要求教授 持续办理 就应该给国军防疫的必需资源 刚刚几位将军都提到过这个事情 如果劳工因为工作而确诊 雇主也是负其照顾之责 蔡总统身为三军统帅 却简直成了冠老板 确诊了就把后备军人丢包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呼吁 教授若要持续进行 第一点 因为教授而确诊或隔离的招员 染疫隔离期间 适同朝期延长 继续给薪 并且负担所有的医疗 家庭照顾支出 第二点 确诊者以及密切接触人员 由国军派出防疫巴士 直接送到医院检测 或返家隔离 而非任由其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风险转嫁社会 我们下期见到医院检测的医院检测的医院检测的医疗